封面相機拿來自拍 拍照的比例和模式不用再開蓋 就可以輕鬆轉換 三星推出新一代折疊機 優化轉軸處更為輕薄 提高開合使用感 同時主打新一代折疊機耐用度提升45% 等於說現在折疊手機 已經從過去的比較精品的部分 也進到所謂的男女同殺 2022年也就是今年的部分 我們會投注更多的行銷資源 你用過折疊機之後 其實你不太容易回去傳統手機 它可以當作一般手機 可以當作小平板 那這種使用 你如果有的這樣子的使用需求之後 你的黏著度相對會比較高 折疊機成長勢頭強勁 根據Counterpoint Research研究 全球折疊手機在2021年約900萬台 估計2022年是1600萬台 2023年有望達到2600萬台 手機大廠看準趨勢 Google和蘋果也傳出正在研發製作折疊機 特別是現在的供應鏈比較吃緊的狀況之下 那台灣三星其實做了最好的準備 我們這一次其實非常積極 非常樂觀地看待今年下半年的市場 跟總部那邊積極地在溝通 貨量上面 在最快的時間滿足台灣的消費者 三星預估智慧手機需求將在下半年放緩 但仍然致力讓折疊機成為主流 看好下半年市場出貨量 三星折疊新機搭載高通處理器 由台積電代工 而三星高階鏡頭供應商為大力光 三任模組大廠雙紅也是三星供應鏈之一 新折疊機上市銷售 如果能在低迷市況突圍 台廠也有望受賄 新坦亞太電視陳迴摩曾新敏台灣台北採訪報導 全都 ace門市場出貨量